杨君翰率先通過終點 現場一陣驚呼 2012年3月9號 他在新北市全國青年盃 100公尺決賽 跑出了10秒04 大大刷新了 他在2018年所創下的 10秒1全國紀錄 不過最後風速超標 無法列入計算 儘管感到可惜 卻也大大鼓舞了他 在前全國紀錄保持人 義偉正教練 以及旅美訓練師 謝家軍共同合作之下 團隊逐漸找到正確方向 我之前有去美國訓練 然後小易老師也有在 在這邊跟外國教練有接觸過 所以我們對於外國訓練 其實是有一些的資訊跟想法的 剛好MAX進來之後 我們可以一起討論說 之前我們收到的一些資訊跟訓練 到底怎麼去做一個整合 或是他的背後的原理原則 到底是怎麼去執行的 然後讓我們可以更好的去規劃一個完善的計劃跟訓練 然後讓他去跟他之前的優勢去做一個結合 然後希望他可以再有所突破這樣子 義偉正教練在2012年跑出了10秒28全國紀錄之後 相隔了五年才由楊俊翰以10秒22刷新紀錄 2018年楊俊翰又在日本跑出了10秒11奠定了最速男的稱號 不過為了再一次突破將近四年的過程當中 楊俊翰走得也不壯壯 不斷去嘗試各種可能 義偉正教練也都看在眼裡 就以前可能發生的錯 或許到現在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的時候 在他們身上 然後才會意識到說 以前我是不是也犯這樣的錯誤 然後我就這樣很好 因為我可以針對在這個部分 然後再就是不要讓他們走以前我走過的路 我們在當選手的時候 可能小毅老師也會知道說 我們在面對國內的比賽 跟國外的比賽的壓力會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們會比較期待自己可以拿下好的成績 或者說有一些不能輸的壓力 我覺得就是不管是劉仁凱教練 或是小毅教練 在這方面都會有一樣的想法 所以我們在溝通上面的時候 會比較知道說 我擔心的點或是我的故意是什麼 第一個我覺得 他的目標很明確 他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想要尋求什麼樣的方向去找 我覺得這個當一個選手是很重要的 因為畢竟你真的沒有目標的話 你真的會訓練上其實很無聊 比賽也是壓力又那麼大 其實你一定會有一個瓶頸 當然你這個目標當支持的話 其實我覺得你會真的沒有方向 第二個是我覺得他也很了解他自己在跑上面的優勢 比方說我們會知道說他的平率的部分 是比一般選手來得好 然後再來就是心態啦 他的整個心態上的一個調適 不管是在比賽上或是在小到訓練上 其實我覺得他在這個方面的能力 也都是比一般選手來得好 對他的心態是正向的 然後也很明確知道自己要幹 楊君翰的心態是他備戰的優勢 訓練以及比賽時的專注 讓他能夠日復一日 為了推進毫秒時間而努力 第一次的人穿亞運還是懵懂的高中生 第二次雅家達聚港亞運 已經能夠在自己的單項登上決賽舞台 終點線前的翻滾以及和小池又貴0.002秒的差距 帶回了難以忘懷的銀牌 每一屆的亞運都有不同感受 人穿亞運會那時候其實 二少才高中嘛 所以我是最小的 所以其他學長都帶著我 我就覺得說我就只要把我自己的準備好 然後我就跟著學長一起去比 也沒有想那麼多 但到第二次雅家達的時候 因為事隔四年之後 也比了蠻多的國際賽 那時候自己的心態也會比較成熟 然後想說我到底能不能在 亞運的決賽上有好的表現 或是可以衝擊到決賽這樣子 然後很幸運的得到亞軍 亞軍 對 然後所以說第三次 我覺得一定會有多少 會有壓力啦 那我還是去 主要是看能不能去突破壓力 然後再享受在比賽場上 和競賽跑道的相處就是最速男的日常 無論是起跑的瞬間反應 直線距離的衝刺 或者是過彎之後的加速 都是他與教練團隊日常累積的呈現 在第三次亞運的舞台上 楊俊翰要用重新整裝後的自己 衝擊每一次銘槍出發 全速亞險不留遺憾